爸媽帶著兩個小孩 開心出門走春 不過這種小家庭的幸福景象 以後在中國可能會越來越少見 中國進入人口負成長時代 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公佈的去年新出生人口 下降到九百五十六萬人 已經連續第六年下降 二零二二年底 全國的人口是十四億一千一百七十五萬 比前一年減少了八十五萬 是六十年前發生大饑荒以來的 首次下跌 這讓奶粉業者是較苦連天 去年中國奶粉的銷量和售價雙雙探底 分析師認為少子化趨勢 可能會持續下去 未來嬰幼兒配方奶粉市場 將會繼續縮小 因為整體市場不斷萎縮 美國的跨國企業亞培 也因為業績下滑 宣布將會逐步退出中國的奶粉市場 而中國當局為了鼓勵生育 積極退出許多生育獎勵和補貼政策 不過專家認為可能於事無補 中國將近六十年來首次人口負成長 這個趨勢除了衝擊母嬰商品市場 也預期會衝擊整體的社會經濟 包括教育體系 房市 勞動力供應等 恐怕都會受到聲援影響 近新聞始方於林立衛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不齊杳盡美 盡好新聞 感謝你為了